没有人 来 来 来 去吧 去吧 图姬固堵 你骗了我 你不是说过 不会进宫我们吗 我不是来进宫的 我是来和亲的 你们和汉人可以和亲 为什么不能与我和亲呢 汉人把一个公主嫁给了你们 你们怎么就不能把那个公主再给我呢 聪明的举摩车 我想你已经听明白了吧 我只想要那个公主 你这么说 是对我乌寒爷大参与的一种侮辱 那你还想让我怎么办 那个孩子不是已经生下来了吗 你还让我等到那个孩子 坐上大铲鱼吗 可你要我怎么办呢 打 这不怪你 也不怪我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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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去 去 走啊 皇 皇 来 是这个 来 扶我起来 你看 应该这样 哦 这样啊 对 好 好 真好看 来 让我试试 真好看 这里再绣得密一点 这 好了好了 别打了 宁虎言之 你不要生气 将军都是这样打出来的 我没有生气啊 你不喜欢打仗吗 宁虎言之 对 我不喜欢打仗 可仗总得打呀 宁虎言之 有什么事情 非得打仗不可 不能坐下来谈谈呢 嗨 你太傻了 宁虎言之 囊之雅思 你怎么能和宁虎言之这么说话呢 母亲 我说错了 宁虎言之别生气啊 谁会生囊之雅思的气呢 你说说看 我怎么傻了 这啊 很简单 比如说 你很好看 大家都喜欢 都想得到你做胭脂 可只有一个你 那你说 大家坐在一起怎么商量呢 这就是男人们的想法 怎么样 知道你傻在什么地方了吧 可是你们打了半天就可以得到了吗 当然 总有一个胜利者啊 要是我还是不愿意和那个胜利者在一起呢 怎么会 你总得嫁人 天下就剩一个男人的时候 你只好嫁给他呀 那为什么你们不能在打仗之前 先坐下来谈一谈 问问我喜欢嫁给谁呢 那还不是一样 如果你没选中我 而我呢 而我又觉得你选中的人还不如我 我还是会想着杀掉他 就算你杀掉了他 我要是还是不愿意和你在一起呢 那你太傻了 你怎么会喜欢一个没法保护你的男人 你胡说什么呢 我是乱说的 宁虎言之 你不傻 没有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傻还是不傻 你怎么会傻呢 我觉得你是最聪明的 你天天在弹琵琶 弹得那么好 今天你给我们大家弹琵琶怎么样啊 好啊 那要看你们大家喜欢听什么了 不管你弹什么曲子 我们都喜欢听 我去给你拿 你胡言之 汉帝的男人也都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 其实每个地方的人也都差不多吧 弹个琵琶给我们听 你的琵琶 真好听 实在是太好听了 你喜欢听吗 这琴琶怎么断了 大铲鱼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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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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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大铲鱼 大铲鱼 你怎么了 大铲鱼 你怎么了 大铲鱼 大铲鱼 大鱲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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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饶命 公主饶命 在下确实是 图其固图的人啊 来人 把她带下去 是 公主饶命啊 公主 饶命啊 公主 云娜 你对匈奴各部落的服饰 和穿戴极为了解 看来并不是普通的匈奴女 也不是普通的牧羊女是吧 我真的服了公主了 由公主平日教我的汉语来说 公主并非无知 真是大智若愚 看来云娜姑娘今日方现 经过本色呀 那就请王将军把我带走吧 云娜 你这是干什么呀 把我和刺客一起带下去吧 你看你头上的头戴 和身上的腰带 不全是黄色的吗 所以我认定 你就是呼喊爷大蝉愚的人 我昭君的姐妹 对吧 公主的聪慧和仁义 我云娜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云娜 我��aps 行 夙凉 备 哦 陛下 您的病刚好别累着 还是让老奴带币吧 不 趁朕还拿得动笔 朕要亲自给他写 多写几封 这是朕十天前收到昭君的信 说他们离左官不远了 左官不是陛下赐给 胡汉爷的大王子 叼桃莫高管辖的吗 是啊 叼桃莫高是个好孩子 朕对他放心 对对对奴才也这么认为 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给昭君写信吗 奴才开始不知道 今天是昭君十九岁生日 陛下可真是有心啊 但愿昭君公主不负陛下的期望 能早日到达左官城 是啊 您护掩枝 请 雕桃莫高为宁湖燕之接风 摆百扬大宴 普天同庆 祝贺宁湖燕之十九岁诞辰 祝宁湖燕之吉祥 愿凶汉何心万年长 大家快平身 快请坐下吧 谢零湖燕之 好 好 请 请 请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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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舞 好 请 请慢用 你是 我是昭君公主的接身侍女 一路护送公主过来的 大王子有什么 尽管吩咐弩辟就是了 哦 喂 没有 大王子 你们是不是认识了 好像 不会吧 大王子若有美意 昭君愿成人之美啊 不不不 您胡言之你误会了 我只不过 是看他有点眼熟而已 来 王将军 你这一路上真是辛苦了 我敬你一碗 好 那王顿 也敬大王子 干 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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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客气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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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肉 吃一吃 尝一尝吧 尝 香的 吃啊 饭就饭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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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上 好 来 给你饭上 好 吃肉 好 来 来 来 多吃点 来 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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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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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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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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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木槿 你来干什么 我提醒你 今天是你下手的极好 最好机会 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不能 屠极糊涂说了 胡涵爷不娶你 他娶你 让你做专取燕之 他又不是大禅瑜 傻瓜 只要胡涵爷和昭君公主和亲不能 那大禅瑜迟早会被屠极糊涂夺回来的 你胡说 我没胡说 我兰莫己说话算话 只要你这次下手 这次就带你走 怎么样 蓝莫己 你放了我吧 云娜 你给我听好了 我的人就埋伏在这个大殿周围 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 你要是再心慈手软 别怪我让你出不了这个大殿 云娜 来 马上 快 公主 别再喝了 来 再给我马上 来 应该叫凝活燕之 懂了 凝活燕之 来 大王子 来 好 干 来 来 我不仅教你说汉话 还教你写汉字 等哪天你嫁人了 还可以给我写信呢 你想玩想看 就拿去看吧 我不怪你 顿阁 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见怪不怪吧 王将军 我真的不能再喝了 来 好吧 干 干 王将军 请喝酒 好 王将军 你没事吧 公主喜庆之日 怎能延死 没事没事 算 快起来吧 是 是 来将军 好 我给你买上 来 王将军 我陪你干了这碗 王顿不胜酒力 这碗再喝下去 恐怕真的要醉了 我代表所有匈奴人 来敬你 好吧 那王顿 那王顿 就看在 诸位兄弟成心成意的份上 把这最后一碗酒喝了 王将军 我敬王将军 好 公主先喝 那好 我先喝 可是 我要喝下兄长这碗酒 这样 就等于兄妹俩同时喝下同一碗酒 对 说的对 您回燕真说的对 那好吧 我们把酒喝了 公主 云娜 你放心吧 我的酒量不会比你差的 王将军一路跋山涉水 风餐露宿护送昭君 忠心耿耿 力尽艰辛 昭君在此感激不尽 已久深表谢意 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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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驾 驾 站住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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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将军 动手吧 我云娜罪孽深重 死不足惜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不说你也应该猜出一二 我云娜是呼喊爷 抛弃的六胭脂 为了从昭君公主那里 讨回这一切 我才佯装可怜的牧羊女 我一直陪在昭君公主的身旁 似去寻找报仇的机会 可是这一路上 我发现公主是那么善良 那么善解人意 所以我不能 刚刚你往我的酒里 放的是什么东西 毒药 为什么要给我的酒里下毒 是有人逼我放的 你想毒死我吗 不 我是故意做给那个人看 王将军 你相信吗 我一直盯着你拿酒杯的手 只要你异端起来 我也会一手打下去的 王将军 你杀了我吧 我云娜死在你的剑下 我心甘情愿 云娜恳请王将军 好好保护公主 告诉他我云娜忠心祝福他 安睡幸福 云娜 你要干什么 反正我已经是死过一次的人了 你不让我死 就让老天惩罚我吧 云娜 云娜 你不能死 我已经无厌活在这个世上了 你就让我死吧 云娜 你不能死 你要活下去 在那一瞬间 你还是把那碗酒打翻了 这说明 你是善良的 你原谅我了 云娜 你会变成一个好姑娘的 我 好 你放心 我会调集所有的力量 和忽汗爷做最后的决战 为我的父王报仇 也为你报仇 你早就该这么做了 吐气骨头铲鱼 你找我 你看看 你差点要了他的命 你知道吗 我只知道 我射中的是他身边的树枝 他胳膊只伤破点皮 没伤到骨头 过两天就会好 你亲手射伤了你的弟兄 你还说得如此轻松 他却要亲手射伤 他自己的远方表妹 远方表妹 谁 云娜 谁告诉你的 他自己亲口告诉我的 蓝莫锦 是这样吗 我 算了算了 阿多姆 你回去吧 今天你就给我回到你的大汉去 我不走 你这个人哪 真奇怪 我平时不让你走 你偏要走 今天我好不容易让你走了 你怎么又不肯走了 我想阻止你那个愚蠢的计划 你说我们愚蠢 你倒是给我 想出一个聪明的办法来 我听说忽寒爷的两个儿子 其实也不服气他们的父王 曾经当着汉元帝的面 公然和他们的父王争夺公主 是有这回事 我在伏击他们营地的时候 没少听他们士兵在议论 可惜啊 雕桃木高和举莫车 都败在他们父王手下了 那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 我觉得忽寒爷又太老了 昭君公主嫁给他 可惜了 大禅瑜 只有你正当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只要忽寒爷还没有 迎娶到他们的新娘 你同样有机会 去争夺公主 那个公主就是长成天仙 本禅瑜也不稀罕 你还别说 那公主的确美若天仙 不 比天仙还要美 要不然 要不然我也不会屡战屡败 蓝莫吉 你给我说说 那个姑娘到底长什么样 像月亮般明亮的脸 一双眼睛如秋水般清澈 说话时还没开口 那盈盈的小嘴 就先笑 看上去 那么聪慧 那么纯洁 那么叫人心动 怪不得忽寒爷 那个老家伙 对他那么痴迷 老墨姐 你刚才形容的这位公主 怎么那么像我的强儿了 强儿 谁是强儿 就是我王怀这一生一世 都要为他活着的 那个深爱的姑娘 是这样 亚如昭君公主果真是你的强儿 我一定帮助你从呼喊你手中 灼回你心爱的姑娘 好了 准去言之 我就走了 好 父王 带丹枝丫丝一起去吧 你去干什么 我要和你一起去接新燕枝 你还太小 我不小 我已经十岁了 但执亚司 不要给你父王添麻烦了 那就让他一起去吧 明湖燕枝也喜欢小孩 父王 我也去 父王 我也去 那好 都跟着我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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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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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谢谢大叔 姑娘 你看 迎亲的队伍 走远了 护汉爷 要去娶汉人的公主 对草原来说 这是个大喜事 你要上哪儿啊 我不知道 我知道 公主 夜已经深了 早点休息吧 玉兰 你说云娜 现在会在哪儿呢 不知道 反正跑不出这个草原 公主 我想我还是把这床撤了吧 省着你看着她心里不舒服 不 还是留着她吧 王将军 王将军 怎么了 报告王将军 内阁各族的女人又回来了 云娜 你怎么回来了 王将军 我实在是不想再四处漂泊了 云娜 你不应该回来 王将军 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话 杀了她吧 云娜 你为什么要回来 我宁愿死在你的刀下 要杀 要挂有你 你能不能留下 到底该怎么处置你 我王顿说了不算 还是和我去见公主吧 不 我没脸去见公主 我还是走吧 云娜 你既然已经回来了 还是应该见一下公主 你应该相信她 快 快 快点 云娜 坐 你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吗 知道 杀头之罪 既然是杀头之罪 为何还来见我 云娜自知无言才见公主 但即使死了 也想让公主心里明白 其实我心里多明白 既然公主已经明白 云娜就此死而无憾了 别 云娜 我还有话要问你呢 我知道 既然这样 别人说什么话 你都听不进去 不 只要公主吩咐 现在让云娜往东 云娜绝不敢往心 要云娜去死 云娜绝不敢活 可我让你活着呢 公主原谅我了 不 我要你现在就走 走得越远越好 从此不要再来见我 不 云娜自知罪孽深重 如果公主真心想留云娜 一条命的话 云娜愿意从此做牛做马 伺候在公主的身边 如果放出去苟且偷生 还不如死了干净 既然如此 云娜是死是活 昭君说了不算 应当由另一个人来定夺 王将军 算了 还是由公主做主吧 云娜 你看见那张床了吗 我总觉得有一天你会回来 所以我一直留着它 公主 公主 陛下昨晚出了一身的汗 是不是又做梦了 昨晚做梦 朕现在是天天做梦 连白天都做梦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陛下您是不是又在思念 昭君公主了 昭君的队伍 现在已经到了漠南了 朕没有一天放得下心哪 陛下 刘太医来了 臣叩见陛下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行了行了行了 起来吧 朕要是真能万岁的话 还要你们这帮人干什么 起来吧 是 去把太子叫来 朕有事交代他 陛下 别啰嗦了 朕只不过告诉他一些 昭君出赛以后的事罢了 去吧 遵旨 夺前 起来 骑 驾 驾 驾 听说护汉爷要到汉军的边关 去接昭军公主 没错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过去了 有关归且墨车管辖 我平日还和他有一些来往 我想 对呀 阿多姆将军是汉人 你装扮成汉帝的百姓 谁也不会怀疑 我想 图骑孤独缠鱼 恕王怀不能聪明 为什么 驱赶那些小人的勾当 那是蓝末纪的所长 王怀所短 王怀 不 阿多姆将军 你也太狂傲了 平日里图骑孤独缠鱼 带你如亲兄弟 这点忙你都不帮 你也太没良心了 算了算了 阿多姆将你说的 还是有道理的 那 蓝末纪 此事还是你去办吧 真是到了 枕刀针剑干的时候 我想 阿多姆将军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事吧 庄 庄 汜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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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召军公主到 速速把城门打开 王将军 您说错了 此官要凶弄人管辖 应该叫宁湖燕汁 宁湖燕汁在此 还不速速把城门打开 郡某车 你要不把城门打开 休怪本将军不客气 赵军公主 郡某车狂傲至极 他将有关城门紧闭 我等在外呼叫铃一个时辰 竟无人搭理 岂人太甚 真的吗 也许其中另有原因 能有什么原因 这个巨额车和他哥哥 雕头莫高不一样 对和亲之事耿耿于怀 一直心存意义 如今竟然敢紧闭城门 对公主视而不见 此乃便是我大汉之举 公主殿下 王敦请求带一队人马 攻打游关城 王将军切无鲁莽 记得父皇您别时嘱咐我说 要沿途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 我看不如 不如怎样 不如今晚就夜宿右关城外吧 什么 公主 当真要如此吗 暮色已至 大家都累了 不如打开帐篷歇息一晚 明天一早再与举摩车交涉吧 不好了 撞帐篷的车着火了 一定是有人恶意纵火 我去看看 快去吧 快叫我跑啊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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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我 快跑啊 快 快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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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刺客 快走啊 快跑啊 快跑啊 走 公主 蓝木鸡跑了 我们的帐篷被烧没了 走 叫官去 报告举木车王子 昭君公主亲临城下叫门 宁虎烟纸已经到了 把城门打开 不理他 走 喝酒去 公主 得你叫门他也不开 巨摩车简直无法无天 你还是下令 让我攻城吧 是啊 公主 下令吧 一会儿天黑了 就不好办了 你们两位今天 倒是步调一致了 公主到现在 还有心开玩笑 从小就是这样 还是先认认吧 除了全副武装的护兵以外 其他全是 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既然王将军 你让我下令 我就下令 大家赶快集合起来 把所有没烧毁的东西 全部找出来 公主 你这时 咱们准备露宿城外 露宿城外 还没露宿城外 这是我命令你们大家 唯一做的一件事 并且要绝对服从 不得违抗 快点 快点 拿到那边去 来 来 快快 大家动动快点 报告大将军 他们在城下安营扎寨 天这么冷 在这儿安营扎寨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不能撑得过 今天晚上 别站在这儿了 上车待一会儿吧 不用 来 我问你 你难道现在还以为自己 是那个湘西河畔 可以随心所欲的 乡下小名子强儿吗 你是大汉公主 知道吗 大汉公主怎么了 大汉公主怎么了 堂堂的大汉公主 怎么能受如此大辱 如果圣上在的话 她也不会答应她 我之所以如此忍耐 正是遵循圣上的旨意 顿哥 你还记得吗 曾经有一个故事叫做 欲蚌相争 渔翁得利啊 强儿 都什么时候了 我没闲心 听你讲什么故事 这是小时候 你讲给我和怀哥听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顿哥 你想过没有 他举摸车 作为呼唤爷的儿子 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欲已经成为他父王 凝弧胭脂的我过不去呢 若是我们不分青红皂白的工程 那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不管结果怎么样 重要的是 我不能让你因此而受到 任何的侮辱 举摸车是什么人 他是我们的敌人吗 看他现在 却在和我们作对 作对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作对的结果 只会两败俱伤 这个时候 最高兴的会是谁呢 难道不是希望和亲失败的 图计孤图吗 有道理 我说得对吗 顿哥 强儿 我发现你变了 变了 我还是原来的强儿啊 顿哥 不 你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天真烂漫 无忧无虑的小女孩了 现在 你是一个成熟 冷静 睿智的大姑娘 真的吗 至少 你已经 学会皱眉头了 我没有变成老太婆吧 没有 晴儿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 昭君公主了 走吧 嗯 嗯 诬骂本王子 大汉边关守备军 镇关大将军王顿 王将军 那我可就后悔为你开着城门了 后悔 现在后悔恐怕来不及了吧 你以为你进了我的右关 你还能出得去吗 我出不出的去右关 现在我手中这把剑 哼 我奉陪 住手 大汉皇帝上方宝剑在此 谁敢违抗生命 锯摩车叩剑昭君公主 锯摩车你叫错了 我来到这里就是宁湖燕之 宁湖燕之 锯摩车 我只问你一句 为什么不开城门 儿臣不知燕之驾到 撒谎 我在来这里数天之前 已经派人送了数十车两种 以及绸缎 难道你没有收到吗 儿臣确实收到了 可收到的并非两种 不是两种是什么 收到的 是以枪虚情假意 放肆 凶怒人向来以憨直爽快为美德 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好 那我就直说了 宁湖燕之也许有所不知 但你的手下未免欺人太甚了 藐视本王不说 先前送来的十车两种 无疑不是假的 假的 对 这不可能 在临出长安之时 我和父皇一车一车验的祸 怎么可能有假 好 那就抬来看看 来人哪 在 快 宁湖燕之还是自己看看吧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十车两种运来的时候 我还是很高兴的 这种掺沙子的两种 让我对你们大汉很是失望 这不可能 一定是你的手下 古异刀鬼 王将军 难道你还怀疑本王不成 可是我们一路走来 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为什么到了你右官 偏偏出现意外 好了 别争了 争来争去难便真伪 既然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了 就不用分什么伯仲 从我们带来的十车两种中 再挑选一半送给他们吧 是 还请您胡燕之进去休息吧 待儿臣验货以后再向您禀报 不 我要在这里等凉车过来 亲自验过货以后再去歇息 儿臣说过 相信您胡燕之 公主殿下 两种到了 卸下时代 我要亲自验货 这就是宁川地区最好的两种 之前的时车也全是如此 岂有此理 此内如算我大汗生育之事 我一定要查个水了石出 山柱子 你过来 小的叩见公主殿下 山柱子 你过来看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当地的沙土 何意见得 本地多见封沙天 所以沙土干燥粗糙且精硬 而长安的沙土因雨水多 又少封沙天气 所以沙土湿润细小 土质并无太大的区别 有道理 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是有人半路动了手脚 至少是刚刚进入沙漠的时候 才做的坏事 为了我大汗的声誉 山柱子 具体在什么地带 你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不得有误 遵命 给我冲啊 兄弟们 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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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报告公主 抓住民可疑人 云娜 你怎么把图七孤屠的人带来了 儿臣想不到 宁湖燕之居然能识破 他是图七孤屠的人 让你更想不到的是 这个人准备一把火烧了你的大帐 以此挑起事端 图七孤屠是我表兄 在他罗南的时候 我举摩车对他也不保 我相信他不会下毒手 快去 快走 抓 快走 是谁派你来的 我说 快完成门 我给你叫郎中来吧好吗 不用 这点小伤 养两天就没事了 流了这么多血 怎么能一下就好起来呢 我知道 你们这儿有一种草药 治疗这种剑伤啊 特别的有效 你身为汉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山柱子叩见公主殿下 山柱子 事情办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我们把所有的两种 又重新筛选了一遍 又装出五车 送给了举摩车 那举摩车高兴得像个孩子 说要亲自来向公主殿下谢罪呢 嗯 赵九公主 一切都准备好了 随时可以出发 您回胭脂请留步 待儿臣举行了百洋宴以后 再为您送行吧 不必了 护寒爷大陈瑜 已经来信告知 说迎亲的队伍 已经到达艾敏河畔了 我看我们还是赶紧上路 免得误了迎亲的日子 好 那也好 儿臣真是罪该万死 没能及时为您打开城门 反而还让您蒙受巨大的损失 这帐外有一百顶心的帐篷 和一百匹梁中马 就算是儿臣给您请罪了 你的好意我心凉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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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回事 还不是在城外待了一夜冻坏的 昨晚咳嗽了一夜 他就是不想攻打你们 他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举摩车罪不可赦 公主 公主 来 哥 你怎么来了 我想一想还是不放心 所以决定亲自送宁护胭脂 到父王那里 哥哥担心得对 弟弟我险心酿成大错了 王将军 宁护胭脂怎么样了 郎主开了几副药 可偏偏少了一味 那去哪一味啊 集集草 这我知道 这味药清热解毒很有效 王将军 你要去哪儿 我在山上去看看 能不能找到这种草 将军 这一带可以说是非常荒芜 很难找到 我知道 试试看吧 请 今晚我们就在这河边扎营了 等送亲的那边有消息了再走 是 是 父王 这是什么河 这么长 这么大呀 这叫艾敏河我的儿子 父王你要接的新胭脂 是不是就在河的那边等我们呢 对 赵军公主一路艰险 已反悔和亲之事 这不可能 我对这一带比将军您守 怎么了 受伤了 小树枝划了一下 好 那我们回去吧 大蝉鱼请 不喝 大蝉鱼呼喊爷 难道你怀疑昭军公主的心吗 哪里 药已经煎好了 我给公主送过去 你还是不信我 月娜 别怪我 谁也不怪 黄将军 这凝活胭脂的病怎么样了 喝了芸娜 给她熬的药以后 病情就好多了 可是最近 她水米未尽 如果这样赶一路的话 还有啊 这有关城外 多是戈壁沟壑 神林峡谷 地势险恶 如果遇到伏击的话 后果难料 对啊 要是在夜间行路的话 恐怕危险会更大 所以依我所见 今天晚上 是无论如何 不能出城的 那呀 赵军公主 自幼便固执任性 她更是一个 尊约守信之人 如今 听说胡汗爷大蝉鱼 已经在艾美河畔等候 她更是心急如焚 如果今晚不让她出城 那 好 不知二位 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哪儿啊 没有 我倒有个办法 公主 你瞧你这汗流的 今天都打湿三件衣服了 这身子虚弱的 不如今晚就安安心心睡一觉 明天再上路也不迟啊 不行 我已经让云娜去准备车了 大蝉鱼还等着我呢 她怎么还不回来啊 不行 这样做太冒险了 就是啊云娜 你别忘了 你可差一点就成了我们家的六烟枝 怎么能轻易让你冒这种险呢 快别提什么六烟枝 就是为了夺亏这六烟枝 让我云娜做了多少对不起公主的事 要不是公主的宽厚和仁爱感动了我 我云娜今生今世不会明白这个道理的 一句话 为了大汉和匈奴无怨和亲 我云娜愿意冒这个险 恐怕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王将军 难道你忘了对云娜说过的话吗 好吧 即便采用云娜冒险的办法 也不能让对方看出一点破绽 须得想出一个完全之策 王将军 云娜恳请你 先不要告诉公主 王将军 由各位 诸 将军 出 那 周 从 与 门 上 终 的 钉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外面完冷 小心在病了 我已经感觉好多了 想喝水吗 我饿了 饿了好啊 给 趁热吃了吧 羊蚌骨还热着呢 真香 看来你的病啊还真好了 你这个书童 不会又要变戏法吧 书童 是啊 你不是都隆齐家的书童吗 昭君公主记性真好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考了一夜 在这里一直悟着呢 你刚才叫我什么 昭君公主 我喜欢你这个韩人名字 我想在见到父王之前 再叫你几次 为什么 因为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就喜欢你 崇拜你 过几天 你就要和我父王王婚 那时就是真正的宁护燕之了 我再也不能这样叫你了 雕桃莫高 你现在的任务 是保护我的安全 昭君公主放心吧 像你这样美丽 真诚勇敢的女人 但凡是男人见了 都会奋不顾身地保护你的 请不信 咱俩 咱俩 王将军 我想问你一句话 好 你说吧 我 我以后能叫你动格吗 前二这么称呼过我 还叱咤风鸣的大将军呢 怎么像个小女孩一样 一点男人的勇气都没有 没错 前二以前也这么说过我 好云娜 你愿意叫 就这么叫吧 那我可要大声叫了 现在别叫 别让别人听见 大家注意 前面是个山谷 尽快冲过去 叫 哥 你怎么才来 我是确保万无一失才来的 放心吧 凝魂胭脂好像是好多了 那当然了 雕桃莫高一根羊磅骨 就把我给救活了 早知道我昨天就吃它了 王将军和云娜他们呢 他们呀 他们好像还有些事要处理呢 放心吧 等天黑之前 他们一定追上来 哦 赵经公主 你放心吧 你怎么还不干吗 我不行 我就乱一个人 我们五月 坐下 我最后终于翻译 看到了 北陆 有很多人 不是 是 大家小心 快 快 小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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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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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啦 我们上当了 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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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哥 顿哥在这儿 我在这儿 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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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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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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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爱卿 已经多少日子了 启奏陛下 已经两个月有余 六十三天了 是 和亲队伍近况如何呀 和亲的队伍已经过了右关 但沿途遭到无端的阻截和掠杀 死伤的士兵和昭君公主带去的能功巧匠一打败人了 昭君公主状况如何 昭君公主一路意志坚定毫不退缩 他们已经快和呼喊爷的迎亲队伍会合了 千万得小心 越接近目标 越得提防意外发生 是 传朕的旨意 但凡阻挠和亲队伍者 不要手软 各煞勿论 奴才遵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传爹 传爹 张兄 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说的大汉第一美人到底长得什么样子 没错 他的确是大汉第一美人 休要胡说 在你我的心里 大汉的第一美人 当然是强儿了 张兄 我提醒你 一会儿见到昭君公主 情绪不要太激动了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强儿 没有谁能让我心动 更不要说激动了 请 大人 大人 你怎么了大人 你怎么了大人 你的心 都被他背了 这里 说 你怎么了大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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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先请吧 请 真的 真的像一场梦 张大哥 真的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 汪顿没有告诉你 他说 到了这里会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原来就是你啊 顿弟真是个有心人 你相信这都是上天的安排吗 张大哥 你还记得月下老人的故事吗 月下老人可真厉害 佳儿 我张子歇 一定要把你救出去 即使有一天打到禅于亭 要是那样 我还不如现在留在这儿 为什么 只要我去对大禅于说 让我留下来 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 要不然 我的族兄们又想打仗了 只要一打仗 就还会死人 为了你 我不怕打仗 我不怕死 想不到张大哥一届书生 也喜欢去打仗来了 佳儿 你错了 我不是喜欢打仗 是因为 我宁愿 你现在马上和王顿正进 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 一个最美丽的汉家女 要嫁给一个匈奴人 你是说云哪 对 是云哪 我们一路坚信 能如期到达这里 云哪功不可没 这女子如此烈心 又如此痴情 在云哪心中 原本有一块铁 这一路下来 那块铁渐渐融化了 到最后 为了成全汉兄和亲 那块铁 化成了似水柔情 我王顿 从心里面感激他 我也希望大蝉鱼 能厚葬于他 你放心 我会的 我还想求祖雄一件事 好 大蝉鱼这样称呼 我愧不敢当 请讲 我说的 正是这件事 张大哥你误会了 如果说 当年是强儿赌气进宫的 那现在就是我自己 要嫁给大蝉鱼的 就像 强儿想嫁给怀哥一样 怀哥 想想怀哥 他有多惨啊 他就是 就是在这里背 现在只要说起打仗 杀人 我就想哭 人有多蠢 干嘛要你杀我 我杀你杀个没完的 顿哥杀人杀出了名堂 怀哥看着眼蝉也去杀人 结果被人杀了 这张湛王书 我一直带着 如果没有打仗 也不会有这些东西 人就不用走那么远的路 也不用写信了 大家天天见面 见面说该多好 其实 呼喊爷大蝉鱼 他也是个 志勇双全的人 他也不喜欢打仗啊 不然 他也不会这么大老远地 跑到长安去 更不会归顺大汉 也不会和大汉和亲 而我呢 我也只是尽我所能 让战争 不要再这么 没完没了地 打下去罢了 其实 其实也许 我起不了什么作用 可是只要有可能 我就希望原本 应该可以认识 可以成为朋友的人 不要再打起来了 这样怀哥 和顿哥 又不用去打仗了 强儿 又不用离开 自己的家乡 可是强儿 你想过没有 以后再匈奴的日子 会是什么样子 张大哥 你不是已经经历过了吗 你怎么知道的 东哥 他说 你正好充军到这赛北之地 是 我过的 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 可是苏大哥 并不像其他人那样 他却帮助了你 你想想看 他帮助你是为了什么 这也是王敦告诉你的 你们两个 又在说我什么呀 没什么 只是在说以前 说打仗 就这些而已 你跟那个忽寒爷大蝉鱼 都聊什么了 坐 也没聊什么 只不过他一见我 就一口一个足兄的叫着 那么一大把宁静了 往哪受得起呢 那怎么了 按备份论 你就是他的足兄 强儿 这还没离开边关呢 这胳膊肘 就往匈奴人那边拐了 匈奴人怎么了 以后你们去看我 还得经过匈奴人同意呢 我是你张大哥 他是你足兄 他敢不同意吗 我看到 有很多王子跟他一起来 你看到的 还不到一半 大蝉鱼一共取了五个胭脂 强儿不过是 别在我面前说这些 我不爱听 张大哥 顿哥 我想去看一下怀哥 你是说 也好 大蝉鱼奔波劳顿 我已经安排他 回大帐休息了 迎亲的大宴 晚上才可以开始 那我们现在就去吧 我怕以后机会不多了 我王怀 哪里是什么英雄 谁人如此面怀王怀 实在是让我觉得 无敌自荣 愧对苍生 我还可对不起你 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为了还能见到你 在这里够活着 可现在 我完全失望了 我完全失望了 强儿 我走了 别忘了怀哥 我的强儿 我不要我 就说我会得到你 咱们